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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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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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够的信誉不宜轻举妄动 但实际上却将他的野心展现得淋漓尽致 他深知一旦在川中树立起仁义之名 他便可以毫无顾忌地对刘章采取行动 果然刘备在与刘章短暂会面之后 便率军出征汉中张卜 然而他的行动迟缓犹豫不决 显然并非真心实意要攻打张卜 实际上他一直在等待机会 准备对付刘章 正当刘备在川中迟疑不决 左右为难之际 军师庞统深知战机稍纵即逝 于是挺身而出 为刘备提出了三条精妙绝论的计策 他冷静地分析道 我们可以暗中选拔精锐士兵 昼夜兼程 直取成都 刘章既无乌勇 又素来缺乏防备 打军突然而至 定能一举成功 这便是庞统提出的第一条计策 简而言之 便是采取齐齐策略 迅速控制成都 与先前秦主刘章的设想颇为相似 然而 刘备经过深思熟虑 认为此计过于冒险 最终选择了放弃 紧接着 庞统又提出了第二条计策 他观察到杨淮 高配二人乃是刘章手下的名将 各自手握重兵 拒守关口 庞统建议 可设法引诱这二人出关相送 届时便可趁机将其拿下 手边骑兵马 随后便可挥兵攻打成都 这条计策既稳健 又富有策略性 既能够削弱刘章的势力 又能够增强自身的实力 至于最后一条计策 庞统坦言 那便是回市荆州 虽能保全实力 但此行变成了徒劳无功 仅能得到刘章 掀取粮草和资重 这条计策 显然并非庞统所推荐 它更像是一个备选方案 以防万一 刘备在权衡利弊之后 最终选择了第二条计策 他采纳了庞统的建议 设计斩杀了杨淮和高配二人 顺利收遍了他们的兵马 粮草以及地盘 随后 刘备便凭借着这股新增的力量 与刘章展开了激战 这一决策 不仅展现了刘备的果断与智慧 也充分证明了庞统计策的高明与实用 刘备和刘章死战 庞统看穿刘备真面目 刘备经过深思熟虑 最终选择了庞统的第二条计策 虽然成功收遍了杨淮 高配二人的兵马及地盘 但也因此惊动了刘章 刘章闻讯后 迅速做出反应 派遣刘归 林包 张仁 邓贤 吴义等将领 率领精锐兵力 在福城部下重兵 企图阻击刘备的进攻 然而刘备麾下的皇忠 魏延等将领勇猛无比 实力非凡 刘归 林包 张仁等人 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 经过一番激战 刘备军队势如破竹 成功占据了福城这一胜利 不仅让刘备军队士气大振 也为他进一步扩张势力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短时间内 便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 刘备心中自然是喜不自胜 为了犒劳三军将士 他决定在福城举办一场盛大的庆功宴 宴席之上 功筹交错 欢声笑语不断 刘备作为主帅 更是带头作乐 与众人共同分享这份胜利的喜悦 在主仗之中军师庞统大将皇忠 魏延以及卓英等将领齐聚一堂 他们或举杯畅饮或谈笑风生 气氛十分融洽 刘备站起身来 向众人发表致词 他胆怯地说道 今日之会可谓乐意 军师庞统便道 法人之国而以为欢 非人者之兵也 庞统一针见血 直指刘备要害 声称讨伐别人的国家 而以此为乐 绝对不是仁者之兵 当然了 指挥攻打他国的主帅 也定然不是仁义之君 刘备听闻庞统之言 大怒道 王法昼 前歌后舞 非人者邪 随后刘备将庞统轰出大仗之外 只不过很快刘备 就觉得自己处置不当 毕竟庞统可是三军军士 于是又命人将庞统给请了回来 众所周知 庞统这个人心里是藏不住话的 虽然当时庞统喝了酒 但是他所说之话并非是全无道理 庞统指出刘备并非是仁义之君 庞统为何在众人举办酒会之时 泼刘备的冷水呢 道理非常简单 显然是有警示众人的作用 庞统和魏妍的关系非常要好 这也和他们二人的性情有关 庞统做事干净利落 不会拐弯抹角 而魏妍也是如此 在诸葛亮北伐之时 由于没有采纳魏妍所提的紫乌骨战略 魏妍便在私下郁闷 如果换成是庞统 估计早就让魏妍出发了 然而对于庞统的善意提醒 当时魏妍却毫不在意 甚至认为庞统是喝醉了 后来庞统和魏妍一起率军功打落成不幸重箭身亡 而刘备当时还将他的专属坐骑的炉让给庞统 刘备此举虽然表现出对庞统的重视 但同时也将庞统推向威胁的风口 最终庞统被张人物认为是刘备本人 因此所有的箭矢都向庞统招呼 其实从刘备的安排来看 让庞统去走小路 如果遇到危险 大军根本不好施展 容易被敌军截杀 自古小路多埋伏 刘备没有让庞统便衣行事 反而让他气质的鲁马 排除刘备考虑不周之外 那就是别有用心了 感谢观看